大家好,我现在和你们讲关于下载Google的汉语拼音输入法的软体 现在我这个譬如是根据Windows7的 我就在任何一个webbrowser 你就打Google,Pink,In,Download 那你就找它立即会有一个Google 你按这里,它就会有这样的画面给你下载 请注意,现在因为它比较新版 你就只要按下载Google拼音输入法就可以了 你不用理会这些设计的 因为电脑已经测试到 现在你这个电脑是用什么 32,64或者是经典版 你不用理会的,它会很自动的 选一个适合给你的 现在你只是按这里 按完这里 按下载Google拼音输入法 它就问你 你现在 你Save 或者Run 你最好是Save Save Save完之后 它说 这个File 现在正在做 等到它完成时 它就说 现在你看到88 你差不多就完了 那现在呢 你就可以Run 到现在你可以安装Run Run Run这个Google 那 因为现在我本身 这个电脑已经有了 这个Run 我已经安装了 所以我不想再做了 不过我就 告诉你 你在安装的过程来说 你就根据Google上面 问你的问题 你全部答Yes 你 确定确定所有的东西 等它安装完为止 OK 当你安装好Google 拼音的软体之后 你就去那个 你本身的computer 那个control panel 现在你看到的 就是windows7的control panel 举例 就去region and language 开完之后 它会出一个这样的画面 你去keyboard 和language 然后呢 change keyboard 之后呢 你会见到 它有Google 拼音书 入法 这个呢 就是那个 中文键盘了 那你需要教些什么呢 你就再按这个property 那这里呢 就给你所有的setting 就教你了 那现在你仔细地说 因为我这个computer 已经装好了 那你最好呢 就选这个全拼 那这里呢 就 开始状态 就中文 有中文标点符号 就半角 那其他这些东西呢 它已经是设定的 你不用理的 那之后你去外观 就 这里呢 就是正常 又不用理 你 你需要选 就是这个每页 这个候选字呢 就是说每一次 它出来 出几多个字 给你选 那我自己 觉得呢 就是6 就比较 适合我 同时 这个是横 横排的风格 那你也 ok了 这件事情 那 这里呢 这个键盘 就随你选 就是 中英切换 有些人 喜欢用shape 有些用control 我自己 喜欢用control 那其他这些东西呢 你也不用理它 那之后 到辞匯呢 麻烦你 就要认清楚 选这个 这个来说 假如你是打繁体 的时候 你一定要选这个 假如你不选这个 繁体 打不出来 假如你不选这个 的话 它又会出简体 ok 之后 这个选 这个选 那就ok 那 扩展这里 你什么都不用理 就照这样 自动同步呢 你也算这样 那 那意思呢 就是 自动同步 就会给你 它有任何更新 或者你自己 用开的字句 那它会跟你 按时按后更新的 以上所说的 就是 你需要 就是微调 或者 就是 就是 预设 你那个 你那个 中文键盘 那个 方法 ok 当你安装好 Google pink in 的时候 你那个 螢光幕 画面 在右下角 会有这样的 现象 就有一个 两个键盘 给你选 en 就是普通的 英文键盘 你按一按 它有个 CH 就是中文键盘 你按一按 它会出来的 现在 目前 显示就是CH 同时 在这里 Google 本身 都有 一些 框框 给你用的 那这个 那这个 就是一个 菜单 就是 manual 有时 你打中文 我按一按 这里 它有出其他 细节 给你用 比如说 你要用 軟件盘 用标点符号 或者是 注音符号 这样 来选择 这个 譬如我选择几个 正算 现在这个 就是注音符号 它就有 譬如说 A 这样 正算 它有 第一音 第二音 第三音 第四音 这个 平 上去 入 O 也是平上去 入 E 平上去 入 就是给你选择 这个 符号 当你不爱 你就这样按 这个 或者 你又再想换 那个 那个 軟件盘 你有个 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 比如说 这个 1.1 辣 那些 两点 那些是中文的标点符号 比如说 一括弧 之类 那你不可以 也是这样 OK 好了 现在我们来打字 通常打字 我很喜欢 在Microsoft Word 那里打字 OK 你要记住 你将你的键盘 由英文 转中文 由EN 转为CH 之后 现在可以 开始打字 我 是 中国人 我 那你现在 你留心 这里来说 刚才 我们没有装 那个 setting 说 那些字 每次出来 六个字 就是这样的意思 现在它有六个字 给你选择 OK 当然 你设三个字 当然它能够出三个字 六个字 会出六个字 设最多 就是九个字 不过我觉得 六个字 是最适合我的眼 一望 就看完 当然 设九个字 似乎太多了 我只愿下一页 之后呢 我 我要 吃 中国 菜 那么 答匀了 OK OK 那么 那么 OK 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